四点起床,疯了吗? 看到这本书的名字,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有这样的感慨和质疑。 但是,如果把书的名字换一下,你想准时下班吗? 你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和支配吗? 你想坚持学习和提升自己,给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未来吗? 你当然会回答yes。 对于大多数紧张忙碌的现代人而言,生存是最大的难题。 如何更好的生存是最大的希望? 然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每天,我们每个人都只拥有24个小时,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尤其是吃饭睡觉就要花费8到10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更是捉襟见肘。 通勤需要时间,城市居大不易,越是在大城市里生活,越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交通方面。 人际交往需要时间,对于朋友,总不能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去联络感情。 发展兴趣爱好需要时间,生活不只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做人总是要有点兴趣爱好,才能抚慰自己的心名,满足自己的精神。 看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说, 时间最大的支出在工作上,每个人每天至少需要工作8个小时,而且大多数公司的老板都恨不得员工能通宵假班。 老板怎么这么狠心呢? 其实,老板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榨取员工的所有价值, 而是想让每个员工都人尽其才,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对于老板而言,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 此时此刻,我们都在抱怨工作永远干不完, 等到有朝一日我们也当了老板,就会比现任老板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但老板想让员工创造最大价值, 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我们谁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出类拔萃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和老板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站好的战友。 在积极心态的影响和作用下, 相信我们对待工作会有不同的态度, 与老板相处也会更加愉快。 工作的确消耗掉我们每天有限的24个小时中很多的时间, 至少8个小时,也许是10到12个小时。 这样一来,我们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所剩无几。 作为成年人,身兼树职, 既要照顾好家庭,又要做好工作, 难免生出想要和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或者随时都能分身的绝世神功。 当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孙悟空存在, 我们也不可能和孙悟空一样无所不能。 思来想去,我们只能从时间方面着手, 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加从容, 也尽全力把很多事情做好。 在被这些难题困扰, 面对悄然流逝的时间无计可施之后, 再说起四点钟起床, 你还会感到难以置信, 也根本不愿意接受吗? 也许你会担心四点起床导致长期睡眠不足, 损害身体。 也许你会害怕自己无法舍弃繁华热闹的夜生活, 也不能放弃在太阳照着的温暖被窝里和周公相会。 如果我告诉你, 四点起床可以睡得足, 身体更加健康, 思维更加敏捷和活跃, 而且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戒掉赖床的不良习惯呢? 你是否有些跃跃欲试, 把自己每一天的时间都拉长, 变得充实且精彩呢? 四点起床, 到以往的九点上班, 我们相当于多出来五个小时, 这是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比上午的三个小时上班时间还要长很多。 四点起床, 我们原本短暂的一天就相当于拉长约1.5倍, 就像一天之中有三个半天可以支配和使用一样。 四点起床, 我们无非损失了毫无意义的夜生活, 早一些睡觉而已, 但是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整个人生都会变得完全不同。 仅仅听起来, 这一切都非常神奇, 不是吗? 四点, 正是夜晚和凌晨的交汇, 这个时刻万籁俱寂, 整个世界都处于沉睡的状态, 你却醒来了。 你是否会产生主宰世界的感觉呢? 你是否认为此时此刻的自己是无所不能的? 你是否为能够驾驭和掌控自己而感到由衷高兴呢? 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请亲自去探寻。 从接下来面对的每一个清晨开始, 就坚持四点起床。 一开始, 你会觉得眼皮沉重睁不开眼睛, 你还需要闹钟和意志力的协调作用, 来帮助自己摆脱沉重的睡意。 但是渐渐的, 你甚至会自己醒来, 而无需被突然响起的闹钟惊扰了美梦。 这一刻, 你觉得自己是强大的, 因为你掌控了自己。 接下来, 你会有足够的信心来主宰和驾驭世界。 四点起床, 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你的作息规律和生活习惯, 还改变了你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 你爱上了四点起床, 也坚持以这样的方式创造生命的奇迹。 当然, 不要光说不练, 你要知道, 唯有坚持, 才是奇迹诞生的唯一方式。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先来说第一节, 颠覆思维, 其实人类更适合早起。 现代社会把很多人变成了夜猫子, 但实际上我们人类更适合早起。 在远古时代, 祖先们就秉承着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 进行生产生活活动。 早晨, 人体荷尔蒙分泌最旺盛, 所以精力最为充沛, 头脑也最为清醒。 拉长早晨的时间, 是很多人成功的铁证。 很多人已悄然早起, 你还在等什么呢? 第一节, 四点起床, 疯了吗? 当早晨的闹钟响起, 有多少人会按掉铃声, 再耍赖般地向周公借上几分钟, 才勉勉强强, 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匆忙洗漱。 在这样匆忙的早晨, 大多数人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就急着去赶公交, 搭地铁, 冒着上班迟到的危险, 开始一天的忙碌。 当晨晨的深夜来临, 有多少人躺在床上还不想睡, 卸取一天的疲惫, 只愿看看手机, 刷刷微信, 进朋友圈打卡。 不知不觉间, 时间悄然流逝, 只想晚睡一会儿, 再晚睡一会儿, 享受这夜晚难得的静命。 的确, 繁忙的生活, 工作的压力, 让大多数上班族在白天 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甚至下班后还要加班。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 即使再困再累, 也不愿意马上入眠。 因为白天是属于工作或家人的, 只有夜晚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谁不想多享受一下 这自由的时间呢? 总而言之, 大多数人都在夜晚不想睡, 在早上不想起。 也许,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感觉每天都很忙碌且充实。 每天的时间都很少, 根本不够用。 为此, 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每天早晨起床时, 都感觉睡眠不足。 日子年复一年, 没有改变, 工作日复一日, 毫无起色。 即使大多数人都认同了这样的生活, 也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忙乱的生活。 和大多数人不同, 有少部分人在黎明之前就早早觉醒, 在他人还在酣睡之时, 就已开始投入工作。 没错, 他们就是凌晨四点起床, 在太阳升起之前, 他们沉睡的神经就已经变得精神抖擞, 神采奕奕。 凌晨四点起床, 难道疯了吗? 相信许多习惯晚睡晚起的人, 听到这个作息概念, 都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甚至觉得那些早起的人, 一定是哪根筋搭错了, 才会不喜欢睡觉。 的确, 谁能在半夜一两点才刚入睡, 凌晨四点就爬出温暖的被窝呢? 谁能每天正常起床, 都感觉睡眠不足, 再早起, 那岂不是找虐吗? 谁能在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催着的情况下, 起得那么早呢? 况且, 起得那么早, 最早班的地铁都还没有运行呢? 在家里摸着黑, 要做什么呢? 没错, 我们有一千个晚睡的理由, 也就有一千个不早起的借口。 但是, 无论我们怎样对早起的理念嗤之以鼻, 早起都已经悄然而来, 而绝不再是无稽之谈。 早起, 不是疯了的行为, 而是人类走向成功之路的捷径之一。 毋庸置疑, 人人都怀揣着梦想。 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大多数人的先天条件相差无几。 那么, 为何真正能够实现梦想的人那么少呢? 调查显示, 全世界范围内, 真正能够实现梦想的人只占据总人口的5%而已。 那么, 剩下95%的人都干什么去了呢? 难道是他们主动半路抛下了梦想, 被生活的琐碎淹没? 究其原因, 就是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发现太累太难, 于是渐渐放弃, 心甘情愿地成为普通大众的一员。 整天哀叹着日子平凡, 无聊, 却从来不想去改变。 相反, 那些坚持实现梦想的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不但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最早觉醒, 也会在每日的清晨最早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那早起究竟还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四点起床, 疯了吗? 美国作家哈尔·埃尔罗德在《早起的奇迹》一书中 极力推荐早起, 试图以此引导人们掌握早起的秘诀, 真正改变人生。 哈尔本人就是一个奇迹, 他15岁就拥有了自己的电台节目, 20岁便成为一名顶尖公司里最优秀和杰出的销售员。 然而, 命运总是爱捉弄人, 郑达哈尔在人生质得意满之时, 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车祸, 甚至发生临床死亡6分钟。 后来在医护人员的权利抢救下, 他才从死神手中逃回到人世间。 醒来后, 哈尔面对的是天翻地覆的生活, 他的大脑受到严重损伤, 只能在轮椅上渡过下半生。 任谁受到这样的打击都会一蹶不振, 更何况哈尔还是一个很优秀杰出的青年呢。 然而, 哈尔在车祸后的第二年便返回了公司, 继续创造销售佳计, 依然当之无愧成为公司优秀的销售员。 现在的他不但能跑能跳, 还是一位超级马拉松选手。 是什么让哈尔从人生的低谷中再次焕发生命的力量, 创造生命的奇迹呢? 答案是早起与晨跑。 他在晨跑时, 悟出了一定要拯救人生的道理。 此后每天都在坚持早起跑步, 做自己想做的事, 彻底拯救了自己的人生, 健康, 还有财富与人际关系。 人在浑浑噩噩的忙碌中, 总会忘了自己心中想要什么, 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忙。 每天会有领导催着你完成计划书, 或有员工等着你做出决策, 或有家人巴望得到你的照顾, 一事连着一事, 你的脚步总是被他人催赶着往返折回。 而在这样的奔波与忙碌中, 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 似乎生活总在路上, 梦想总在远方。 你想静下心来思考下面的路该怎么走, 却根本无暇估计。 早起, 恰恰能扭转这样糟糕的局势, 改变如此恶劣的情况。 每天早起一小时, 起码你可以享受一顿悠闲的早餐, 想吃得丰盛一点也完全来得及做。 送孩子上学时, 你不必再对孩子催三感四, 不会因为担心迟到而心烦气躁, 甚至对家人大呼小叫。 因为早起的你拥有充裕的时间, 使得一切静在掌握中, 心情也必然愉悦。 再早起一会儿, 你还可以出门锻炼, 呼吸外面的清新空气, 让大脑更加清醒, 内心更加宁静。 再早起一会儿, 你还可以看日出, 看着蓄日东升, 你会悠然感觉早晨多么美妙, 这将是美好的一天。 因为早早起床, 你完全可以提前出门, 错过早高峰, 避开拥堵的人群, 节省上班通勤时间。 如果公司有早会, 你还能提前到场, 从容地准备与会资料。 更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能早起两小时, 你可以在静谧中 凝想自己的愿望, 思考实现目标的步骤。 如果你所从事的工作, 不是必须到公司打卡的, 你完全可以将工作 提前展开, 在早餐之前, 就完成工作的重点。 你还可以在早起的时间里, 做自己喜欢做, 平时又没时间做的事, 甚至开展自己的第二职业, 都完全有可能。 有一位职业女性, 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 就开始做早餐, 忙家务, 寒醒家人起床, 照顾家人吃饭, 送孩子上学。 这期间因为着急, 免不了赤子磨磨蹭蹭的孩子, 又拉着孩子匆匆忙忙出门, 才能保证孩子上学 和自己上班不迟到。 每个早晨都是在忙碌和紧张中度过的, 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总会听到她跟朋友抱怨, 工作多么忙, 家事多么累, 简直就是一个怨妇版祥领嫂。 后来, 她无意中听一位朋友说, 早晨四点起床, 每天都出门晨练, 家务工作都料理得井井油条, 不由得心生羡慕, 又忍不住想, 四点起床也太早了点吧。 虽然如此, 为了拯救自己的每一个早晨, 她还是悄悄把起床时间 往前调整了半个小时。 如此坚持了一周后, 她感觉很不错, 因此又把起床时间 往前调整了半个小时。 几周下来, 她每天都能四点多起床, 她惊喜地发现 自己不仅有了晨练的机会, 而且所有的家事和工作 也都顺畅起来, 情绪也莫名其妙变得好起来了。 她不再动不动就冲着孩子发脾气, 孩子也显得更加乖巧听话, 还能在她的带动下 一起早起晨练。 因为每天坚持早起一小时, 她整个人都精神焕发, 生活似乎焕然一新。 早起能让人从容不迫 精神饱满地应对一天的开始, 早起能增强人们掌控生活的能力。 对于凌晨四点起床, 如果你能每天坚持, 就会发现这不是疯狂, 而是奇迹诞生的开始。 那各位听友, 你在平时工作当中又是几点起床呢? 四点起床你能接受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同聊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我们来说夜猫子vs成行人。 夜猫子顾名思义, 就是专指那些晚上不睡觉, 喜欢熬夜的人。 当下社会的上班族大部分是夜猫子, 这与职场竞争有关, 也与当下发达的网络传播有关。 有的上班族要加班加点, 熬夜做报表, 赶PPT。 有的上班族要忙于各种各样的职场应酬。 有的上班族即使没有应酬能够按时回家, 也总是喜欢打游戏看电影。 总之, 各种客观主观的因素叠加在一起, 导致一大批人在深夜十二点之后还没入睡, 甚至有人会在快天亮时才上床。 白领小薇就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 小薇呢是职场新人, 在公司里担任一定的职位, 但职位不上不下, 为此她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 为了改变现状, 小薇曾经非常认真的规划了每天下班之后的时间, 希望借此机会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的发展更加全面。 然而, 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里, 小薇不是觉得很疲惫, 就是接受了朋友的邀约一起出去玩。 为此, 计划上面落下了厚厚的灰尘, 但是小薇始终没有真正的执行计划。 相反, 她每天晚上入睡都很晚, 几乎没有在深夜十二点之前入睡过。 这导致她次日上班因为睡眠不足而哈浅连天, 经常下定决心一定要早睡, 却日复一日地拖延。 结果非但没有学习和提升, 反而连最基本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 在出入职场的前两年, 我也曾有过同样的困境。 每天下班前, 我都会信誓旦旦地为空闲时间做计划。 前几天看到一个甜点的做法, 今天晚上实验一下。 余华的作品集还没看完, 晚饭后争取结束许三观卖写记。 昨天遇到的那几个名词还没弄懂, 七点前赶到图书馆, 再去查一下报刊编辑学。 诸如此类的计划不知做了多少, 最终却是毫无收获。 我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拖延执行计划, 或者彻底把计划搁置起来。 每当这时, 我都会感到上学的时候, 才是真正学习的好时光。 有同学可以同窗, 有老师可以答疑解惑, 还有学习氛围浓郁的校园环境, 激励和鞭策我们不断努力上进。 然而, 一旦走出校园不如社会, 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次得到。 为此, 我们需要学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且把学习作为终生坚持的好习惯。 这样才能督促自己加速进步, 充实成长, 最终成就更加优秀和突出的自己。 人人都希望每天里的大段时间都不虚度, 于是每天都会做充实的计划。 不可否认的是, 很多职场人士下班之后, 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回到家里, 看到柔软的沙发, 立刻就会转变念头。 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累呢? 已经辛苦工作一天了, 先窝在沙发里看个电影, 再执行计划也不迟啊。 结果往往是, 等你看完威尔史密斯的当幸福来敲门, 心里感慨着这个黑人演员的演技真不错呀。 听说他的全名超人汉考课挺逗乐, 于是呢, 把原定计划扔到一边, 在视频软件里面下载了电影进行观看。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很多职场人士都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夜猫子。 做这样的夜猫子真的好吗? 只有在夜晚短暂的时光里, 我们才会感到快乐。 而每当清晨来临, 不得不顶着黑眼圈通勤, 我们只会陷入无限的懊悔和自责之中, 丝毫没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很多有着类似困惑的职场人士, 都会在一起吐槽入睡难和起床难的问题, 却不知道, 要想真正改变这样的糟糕情况, 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就要当机立断, 从现在开始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如果一个人总是半夜三更才睡觉, 要做到早晨四点钟起床, 当然是很困难的, 因为每个人就像需要充足的营养一样, 需要充足的睡眠, 所以保证睡眠的时间和质量很重要。 要想在兼顾睡眠时间和质量的情况下坚持早起, 就要将睡觉时间提前, 这样才能让晨起睡到渠成。 和夜猫子的晚睡晚起相比, 晨行人就是那些坚持早起的人。 他们有着良好的作息习惯, 晚上早早睡觉, 早晨四五点就起床。 晨行人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日本, 可以说是与夜猫子生活形态相反的新型族群。 他们早睡早起, 抓紧利用上班之前的时间学习, 或去补习班听课, 或者进行自我提升, 从而努力为人生开拓不同的可能性。 他们的口号是, 你的未来决战早晨。 近年来, 晨行人的生活概念已经从日本扩展到欧美与亚洲的很多国家。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人们越注重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更加推崇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模式。 不得不说, 晨行人所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 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世界的运转。 那晨行人究竟是如何生活, 又有哪些好处呢? 下一集, 咱们接着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我们接着来说, 晨行人。 很多上班族都会有相同的感悟。 虽然上班的时候中午有休息时间, 但总是有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去完成。 为此, 往往忙得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更何况休息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还有些人作为管理者或者经营者, 常常利用一起吃午饭的机会和下属沟通感情, 和客户拉近关系。 为此, 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更没有时间午休。 当太阳熄下, 晚上, 他们或者加班或者应酬, 然后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里, 还要照顾孩子。 等到终于洗完澡, 可以悠闲地躺在床上, 还没看几眼书或者电视呢, 就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 由此可见, 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 想要学习和提升自己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 在经过一天的紧张和忙碌之后, 就算真的挤出来时间去学习, 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 那么,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腾出更多自己可以有效支配的时间呢? 思来想去, 很多时间的漏洞都已经被堵住。 那些对于生活有深刻感悟的人, 意识到必须把时间向着早晨延伸, 这样才能获得更多可供自己自由支配和使用的时间。 早晨, 家人们都在睡梦之中还没有醒来, 周围一片寂静。 如果能够坚持早起, 完全可以做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情, 也可以未雨绸缪先制定一天的计划, 把一天之中重中之重的事情处理好。 唯有如此, 才能更加成为时间的主人, 真正的主宰和驾驭时间。 曾经有时间管理专家提出, 对于成型人而言, 时间管理就是要注重效率, 运用密度与化整为零。 例如, 成型人会更加注重提升做事情的效率, 把原本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做好的事, 压缩在一个小时内, 高效率的完成。 成型人还会利用早上搭车的零碎时间, 做一些小事情, 比如准备资格考试, 或者运用移动设备有效处理事情的。 正如大文豪鲁迅先生说的,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愿意挤, 总还是有的。 为此, 成型人正是从早晨挤压出来 属于自己的大段时间, 也会根据事情的规模、 内容来有地放尸, 利用零碎的时间处理好各种事情。 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成型人正是根据生命的规律, 来合理且充分地利用时间, 提升人生的效率, 让人生有更加丰富的收获。 如今, 在世界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早期, 关注成型人, 也有意识地想要改变自身不良的生活习惯。 关于成型人的一些著作, 在很多国家热卖, 如成型人的成功哲学, 给成型人的建议, 成型人的生活革命等, 这些书籍不但在日本获得热销, 在韩国等国家也大卖特卖。 随着陈起的概念得以推广, 韩国甚至正式掀起了吃早饭运动。 很多因为睡懒觉而从来不吃早饭的人, 现在也能够早起片刻, 让自己的胃得到充实和温暖。 看起来, 陈起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 陈起也在无形之中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等。 对于睡眠, 很多人都存在误解。 例如,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饮食对于身体是最重要的, 而睡眠的作用大大降低。 也有人觉得, 在缺少睡眠的情况下, 只需要好好睡个饱觉, 就能弥补此前睡眠的缺乏。 不管是前一种观点, 还是后一种观点, 都是错误的。 因为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有机体, 而不是机器, 可以在耗尽所有的能量之后, 加油, 充电, 马上又恢复充足的动力。 科学研究向我们证实, 一个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律, 始终早睡早起, 而是在连续熬夜之后, 蒙头大睡二三十个小时, 会严重降低自律性, 导致自己未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随心所欲。 此外, 从身体健康角度而言, 也是极其不利的。 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每天都加班熬夜, 还经常在疲惫地结束一天工作之后, 和朋友们在一起胡吃海盒, 或者去夜店疯狂玩乐。 这是因为年轻身体很强壮, 所以受到这样的伤害, 并不会马上呈现出负面影响。 一旦过了三十岁, 再这样随心所欲, 不注重规律作息和健康养生, 就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甚至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所谓击重难返, 身体也是如此。 当身体承担过重的压力无法返回来, 就会彻底受到损害。 身体的很多改变是不可逆的。 虽然发生和发展的速度很慢, 但是一旦酿成恶果, 根本无法有效地修复。 朋友们, 如果你已经是儿力之年的人, 那么再也不要仰仗着自己年轻力壮, 就无视别人的好心劝说。 也不要对各种健康和养生的话题视若无睹, 而是要更加注重保持规律的作息, 向健康的成型人看齐吧。 作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虽然听起来下班还挺早的, 大多都在下午五六点钟。 但是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激烈的社会竞争, 使得很多职场人士在下班之后都会加班, 又因为城市巨大不易, 他们为了降低生活成本, 往往住在远离市区的郊区。 这样一来, 就会导致下班回家之后, 早则七八点钟, 晚则九十点钟。 为此, 等到吃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根本无法保证及时入睡。 那么, 针对这些身不由己的上班族, 如何才能做到早睡, 从而保证早起呢? 一则可以把房子换到距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 从而减少路上浪费的时间。 二则可以下班之后在单位附近吃饭, 从而提早吃晚饭的时间, 也让胃部有充足的时间来消化食物。 对于早起, 除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外, 还可以提前出门奔赴单位。 这样一来, 路上车少人稀, 还可以利用路上的时间学习。 坐车的人可以看书, 而开车的人可以听录音。 这些都是充分利用时间的好方法。 总而言之, 人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切勿向困难缴械投降, 而是要让自己想方设法战胜困难, 也让人生有更合理的安排, 让时间得以更加充分的利用。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趋向清醒, VS越来越迷糊。 早上和晚上, 即使时间的量是一样的, 但时间的质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工作八个小时, 一大早就开始, 与拖到中午甚至下午才开始,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A小姐是奉行早起的晨醒人, 她的同校好友B小姐则是个夜猫子。 还在上学时, A小姐每日早起晨读, 功课学得很好, 而B小姐则喜欢夜里读小说, 白天上午的课经常因为晚起而逃掉。 毕业后, 他们竞聘到同一家公司上班, 开始了职场生涯。 A小姐仍坚持早起, 每天四点多就起床。 简单洗漱后, 她先喝一杯水, 给大脑补充养分, 使大脑完全清醒。 之后, 列出当天工作内容, 找出重点, 提前准备需要的资料。 如需向领导汇报工作, 她会提前写好邮件发给领导。 这样一来, 领导就可以在上班后的第一时间, 收到她的邮件。 大概一小时后, 她就很轻松地 厘清了一天的工作安排。 五点左右, A小姐会出门慢跑半个小时, 感受早晨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即使在夏天, 清晨的太阳也只会使人感到温暖, 而延去了燥热。 遇到天气不好的日子, 她会待在家里练习瑜伽。 经过运动, A小姐丝毫不觉得疲惫。 相反, 大脑越来越清醒, 体力也越来越充沛。 六点多呢, 她开始准备早餐。 因为时间充足, 她常常将早餐做得花样繁多, 且营养丰富。 不仅增强了食欲, 还增加了早餐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在悠闲享受一顿丰盛早餐的同时, 她还会听音乐或者看早新闻。 这样一顿早餐, 不但让她心情愉悦, 也为她整个上午的辛苦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七点钟, A小姐准时出门。 这时候, 搭乘地铁的人还没那么多, 她上车后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空位。 避开拥挤的人潮, 她觉得身心舒畅, 就这样气定神闲地翻开随身携带的书, 开始进行阅读。 虽然她每次都需要乘地铁近一小时才能到达公司, 但她从来不觉得这一小时是浪费时间, 因为她充分利用这一小时来给自己充电。 置身于安静的车厢和陌生人之间, 她更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书本上, 因此学习效率很高。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 脑细胞的活化程度, 在早上一小时能抵得过晚上三小时。 A小姐每天都拥有这宝贵的一小时, 一个月下来就有二十多个小时可以充分利用, 为此看了好几本书。 几个月之后, 她不仅利用这段乘车时光熟悉了公司企业文化和浩凡的内部资料, 更看了大量相关行业书籍, 为每天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天, 当A小姐搭乘地铁路程过半的时候, B小姐才勉强睁开心松的睡眼, 从床上爬起来。 虽然她住得离公司比较近, 但是为了防止堵车, 必须在八点之前出门才能按时赶到公司。 因为起得晚, 她常常顾不上吃早餐就匆忙出门。 早餐是一上午的能量来源, 吃早餐不仅能活化五脏六腑的机能, 更能使大脑活跃起来。 而不吃早餐, 别说用脑, 就连身体也感觉疲惫无力。 B小姐也担心, 长此以往会影响身体健康, 所以会在路边胡乱买点吃的。 抱着随便吃点总比空腹好的想法, 草草吃几口。 殊不知, 仓促吃早餐或者吃得过多, 都会使大量血液集中在胃部促进消化, 而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 导致头脑昏昏沉沉, 思路不清晰。 到了公司, 对当天工作毫无准备的B小姐, 时刻都有一种被人追着跑的感觉, 压力倍增。 又因为前一天晚上没睡好, 且早上也没吃好, 她每天上午的工作状态都很差, 常常头脑昏沉, 在工作上难以理出清晰的头绪, 做事情总是拖泥带水, 漏洞平出。 反观A小姐, 因为早起出门前, 就为当天的工作做足了准备, 所以呢, 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做事从容不迫, 完全掌控了工作的节奏。 不仅能够把手上的工作做到精准到位, 还能方便其他同事。 时间久了, 大家都喜欢跟A小姐共事, 而对B小姐颇有微词。 那A小姐和B小姐在生活中还有哪些不同呢? 下一集, 咱们接着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有关A小姐和B小姐的事。 晚起, 令B小姐一上午浑浑噩噩, 手忙脚乱。 到了下午, 是不是能好点呢? 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 因为没吃好早餐, 上午又压力颇大。 到了中午, B小姐总想多吃一点, 吃好一点来犒劳自己缓解压力。 但因为吃得过饱, 中午公司又没有午休的地方。 为此, 她在下午工作开始后又昏昏欲睡。 好不容易到了三点之后, 她的头脑才略微清醒。 遗憾的是, 下午时间已经过了大半, 但是还有一大堆工作没有完成呢。 五点半, 早早完成工作的A小姐轻松下班, 而B小姐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 她不得不留下来, 成为加班族的一员。 在A小姐与家人或友人享受晚餐时, B小姐还在公司里奋战, 下班遥遥无期。 七点之后, 公司里加班的人越来越少, 周围环境安静下来。 B小姐想静下心来, 集中精力应对未完成的工作。 但这个时候呢, 她的身体非常疲劳, 荷尔蒙的分泌正在减少。 为此, 她很难做到高度集中注意力, 判断力也随之下降。 此时处理工作的效率, 根本无法与早起时相提并论。 晚上九点, A小姐洗漱完毕, 进入放松的睡前时光。 而B小姐才刚刚从公司出来, 拖着疲惫的身体到附近的餐馆就餐。 等她吃饱喝足回到家时, 已经将近夜里十一点了。 这个时候, 虽然很累, 她却如释重负, 觉得自己终于走完了山路十八弯, 怎么也不愿意轻易睡去。 为了犒劳自己, 她忍不住打开手机或电脑消磨时间, 直到夜深了才依依不舍地与这一天说再见。 B小姐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生活, 晚睡与晚起周而复始, 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实验证明, 晨性人的计算速度比夜猫子要快。 一般, 早上五点起床的人, 大脑集中力的巅峰, 在下午一点到五点的四个小时。 而夜猫子的集中力巅峰, 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 晨性人的大脑在白天是趋向清醒的, 在下午达到巅峰。 而喜欢熬夜的人, 在白天会比较迷糊, 即使在晚上头脑清醒, 却又错失了最适宜的工作时间。 而且, 晨性人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比夜猫子们要长。 这也就说明, 晨性人工作效率更高, 而夜猫子们的工作效率比预想中要低很多。 相比之下, 夜猫子的实际工作时间比晨性人多, 或许超过一天八小时, 但有量而无质。 真正有效的工作时间并不多, 为此导致他们工作效率低下, 在工作上很难做出成绩。 有些人说, 我喜欢熬夜, 乐于熬夜, 也可以通过熬夜提前准备工作资料, 所以我不必第二天早起, 同样可以像晨性人那样把工作做到前头。 然而, 事实真的会这样吗?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 喜欢熬夜的人大都性格消极内向, 且缺乏自制力。 到了晚上呢, 他们更容易自我逃避, 放纵于酗酒或打游戏, 以逃避白天工作的压力或世俗的目光, 以熬夜的方式奋战于工作的夜猫子, 大多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为。 为此, 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主动为未来工作做准备。 退一步而言, 即使是因为后者而熬夜, 熬夜的质量比得上成型人早起处理工作的效率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人的身体在夜里11点之后, 各个器官都需要休息, 如果强行让身体劳作, 便是以损害身体健康的代价去熬夜。 又因为是强行劳作, 违反了人体生物中, 那么大脑的运转速度和清醒程度是远远达不到预期的。 对此, 大部分熬夜的人都深有体会, 即使坐在电脑前也会因为身体疲惫, 大脑昏沉而犯迷糊。 如果要做报表等精细工作, 极易错漏百出。 而工作一旦有错误, 表面上看是提前完成了, 但交给公司之后造成的恶劣后果, 可能比延后更可怕。 由此可见, 能早起的人胜在能更容易地把握工作的节奏, 并且会有更多时间专心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所以, 能支配早晨的人更能支配自己的人生。 相反, 晚睡晚起的夜猫子们会渐渐输在一个晚字上。 因为人的大脑很诚实, 当一个人起得很晚, 大脑自然活跃得晚。 如果我们想搞疲劳战, 还想让大脑高速运转, 只会导致事与愿违。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今天我们来说早上荷尔蒙分泌更旺盛。 我们先来说说荷尔蒙是怎么回事。 荷尔蒙一词源于希腊, 意思是激活。 在医学上, 荷尔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激素, 是人体内分泌系统分泌的, 能调节生理平衡的激素的总称。 它们可以调节各种组织细胞的代谢活动, 来影响人体的生理活动。 简单来说, 荷尔蒙不但影响一个正常人的生长、 发育及日常情绪表现, 更是维持体内各器官系统均衡运作的重要因素。 所以, 一个人是否身心健康, 荷尔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理, 一个人是否能精力充沛的工作, 荷尔蒙必不可少。 人体内的荷尔蒙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在每一天中的每个时间段, 分泌量是不断变化的。 研究证明, 人体内能让生物中稳定的最重要的两种荷尔蒙 是肾上腺皮质素和肾上腺皮质类止唇。 肾上腺皮质素主要调节人体内的糖代谢和水盐代谢, 是人体经历的根本。 人在遇到各种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时, 体内会自动分泌荷尔蒙, 帮助人鼓足勇气, 激发潜力。 所以, 肾上腺皮质素也被称为火灾现场的爆发力。 在工作中, 如果上司对你说, 你的肾上激素还不够哦, 这其实是在鼓励你激发自身的潜力。 肾上腺皮质素要游走到全身各个细胞组织, 需要肾上腺皮质类止唇的帮助。 所以, 这两种荷尔蒙是保证人体经历不衰的重要根本。 那么, 它们在一天中的分泌变化是怎样的呢? 研究表明, 这两种荷尔蒙都在早上分泌旺盛。 它们从天亮时开始增加分泌, 到七点左右时达到高峰。 而凌晨零到三点, 这两种荷尔蒙的分泌量都达到最低, 大概只有早上七点高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这个人体节律在原始时代就出现了, 延续了数百万年, 形成了人体的生物中。 因此, 可以说人类最早是作为成型人出现的。 从原始时代开始, 人类就不断上演着早起狩猎、捕鱼、农耕的生活情景。 延续至今, 我们只有遵守这个节律, 才能发挥自身最大的体能和潜力。 而这一点,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成型人重视并实践着。 所以不难理解, 一些企业家习惯早起, 并在七点左右处理较为困难的工作。 这正是利用了体内荷尔蒙达到最高峰的缘故。 既然荷尔蒙在早晨七点达到分泌高峰, 那么人类最佳的作息模式至少在早晨五点之前起床。 如果想做的比别人更多, 那么还可以提前到四点起床。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在身心充满肾上腺激素时, 完成手头上最重要的工作。 怎么会不精准高效呢? 当然, 以这个时间点往前推算, 要保证在早上五点之前起床, 必须在前一晚十点到十二点上床睡觉。 这是理想的生活模式, 也是最适合人体节律的生活模式。 有人说, 我就是天生的野猫子, 早上不愿起, 而晚上倍儿惊人。 其实不然, 这不过是你不断无视自身既定生物中而后天形成的习惯而已。 人体的节律最早是按照成型人来输入记忆并存储的。 反过来讲, 人体之所以在凌晨零到三点分泌荷尔蒙最少, 就是为了让人在这个时段获得安稳而深度的睡眠, 以恢复体力。 如果在这一重要时段不休息, 就违反了人体生物中。 时间久了, 就会使人出现失眠、 睡眠障碍等症状。 熬夜回掉的不仅是睡眠, 更是健康。 由此可见, 我们提倡早起工作, 不仅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而是遵循了体内的生物节律, 让生活更健康。 在日本, 有人提出医学见解, 认为气对人的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早起可以让人体获得三种气, 精气、元气和锐气。 精气即能量, 是万物诞生发展的根本之气。 元气即活力, 是活动时的气力。 锐气即精神, 是敏锐坚强的气质与气势。 这三种气充满于体内, 相互循环作用, 就能给人的生活带来满满的动力。 人, 原本就是靠这样的气力而活, 只有源源不断地 为身体注入新鲜的气力, 才能使身心健康。 显而易见, 日本医学上所说的气, 跟身体荷尔蒙的分泌有密切的关系。 只有顺应体内荷尔蒙的分泌变化, 遵循原始的生物节律, 方能使我们的身体 发挥最大的机能和潜力。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一日之际在于晨, 不是在炒冷饭。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 这是我国古代的一句俗语。 关于这句话的记载, 最早建于南朝梁元帝 萧毅编撰的《钻药》中。 梁元帝是位有才华爱读书的君主, 虽然在政治上遭人诟病, 是亡国之君, 但他在学术上却颇有建树。 著有孝德传, 著汉书, 周易讲书, 老子讲书, 全德智等。 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位有名的才子皇帝 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 就提出一日之际在于晨。 可见那时候, 人们已经开始重视 早晨这段宝贵的时光。 到了唐代, 宋若子, 宋若昭姐妹, 在所著的女伦语中又重申, 一年之际为在于春, 一日之际为在于迎。 迎时是三点到五点, 自然是指清晨。 到了明清时期, 人们将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 编入增广闲文, 教儿童诵读。 古代没有电灯, 天黑了能挑灯夜读的人, 绝对是家底较为英识的, 要不然也不会有囊银硬血, 凿壁借光等励志故事出现。 所以, 在漫长的古代时期, 在每个漫长的夜晚, 大部分读书人都会遵循日落而息的习惯, 这就使得早上天刚放亮的时光十分宝贵, 当然争分夺秒地把早晨的天光用于读书学习。 早起不但可以读书, 更利于养生。 曾国藩就是重视早晨, 奉行早起的楷模。 他曾说, 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 这是告诉人们, 吸收晨光可以振奋精神。 在他的教导影响下, 增加人人都黎明激起, 洒扫停除。 就连他手下的幕僚降临等也全都效法, 没有一个人敢睡懒觉的。 现在社会, 我们不仅有了电灯、电话, 还有了电脑、手机等各种电子产品, 可以一天24小时工作学习, 也可以一天24小时娱乐消磨时光。 于是, 我们有了各种各样深夜不睡觉的理由。 现代化的自由与残酷将一大批人变成了夜猫子, 似乎熬夜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常态。 如果你要求一个年轻人早晨四五点起床, 大概要被嘲笑。 开什么玩笑, 我可不是老年人, 一日之际在于晨, 那是老黄历了, 可别拿老祖宗的那点家训来要求我们新兴人类。 人免不了都会有烦恼, 有负面情绪爆棚的时候, 而负面情绪常常会让人在一念之间导致事业的失败。 川村先生说, 早起能够将负面思考的轨道修正到正面思考的轨道上, 能够支配早晨的人往往更能支配自己的人生。 他还说, 一个夜行人并不适合在公司里担任管理高层。 原因是夜猫子大多有强烈的消极倾向, 没办法正向思考。 相比之下, 晨星人早上精神很好,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相对积极一些, 不会被负面情绪左右。 的确, 早上是我们经历最充沛的时刻, 因为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调整, 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应该在最佳状态。 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当你沐浴着清晨的阳光, 昨日的烦恼以随风而去, 你又能满血复活, 满怀希望和信心地面对新的一天。 在每个早晨, 我们都要给自己这样积极的心理暗示, 久而久之,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早起三光, 晚起三荒。 起得早, 事情自然办得细致周到些, 对身体也有好处。 而起晚了, 时间不够用, 事情就会做得马马虎虎。 早起更能让人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 每天早上让头脑清醒十几分钟, 就能让自己集中在努力的目标上, 有计划有步骤地向着目标迈进, 而不是每天忙来忙去, 却说不清自己在忙什么。 早起更能发挥一个人的长处, 因为起得早, 时间上优于他人, 内心的那份从容会激发你的灵感, 使你更胜任工作。 早起会将消极的阴霾一扫而空, 让生活换了天地。 Z先生是一位职业作家, 他几年前辞去工作, 专门在家码文字。 但是因为星座没那么受欢迎, 他变得有些消极, 常常一晚上一晚上地不睡觉打游戏, 看视频来排解内心的忧虑。 时间久了, 生活规律被打乱, 他整个人变得更消极了。 每天快到中午时呢, 他才从床上爬起来, 草草吃完午饭便坐到电脑前, 但往往坐一下午, 也构思不出一个好的故事情节。 到了傍晚, 妻子和孩子都回家了, 他还在作品乱糟糟的思绪里一头雾水。 深夜, 家人都睡了, 他内心却莫名地焦虑, 无法暗眠。 Z先生很想改变这种局面, 却无法从消极的情绪中走出来。 有一天, 他听到女儿跟外人说, 我爸爸呀, 他就是个大懒蛋, 每天都不起床。 孩子的无心之语让他倍感惭愧, 倒不是怕丢人, 而是不想在女儿心里变成一个懒人。 从此以后, Z先生下决心改掉熬夜的毛病, 既然工作上难以突破, 想在生活上做改变还是相对容易的。 他一开始强迫自己早上七点起床, 坚持了一周, 又将起床时间提前到六点。 这样, 他不但能正常作息, 还能为家人准备早餐。 妻子和孩子都惊喜于他的改变, 家庭生活更和谐了。 当然, 他自己并没有满足于这些改变, 每天的早起让他渐渐恢复了自信, 写作上呢也有了新的思路。 他起得一天比一天早, 渐渐可以四五点就起床。 他发现早上是写作的好时光。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书房, 他已经写完当天的重要章节。 这种进步让他很有成就感, 而这种感觉更令他身心愉悦, 失眠症也不治而愈了。 早起的实力证明, 无论是谁, 当与早晨的阳光自然接触, 都会不由自主地敞开心房, 展现出自己好的一面。 每天珍惜早晨的时光, 不断奋进, 你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如果能够支配早晨, 你就能支配自己的人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借力自然,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最早是用来形容劳动人民, 单纯朴素的生活。 传说, 在大约四千年前的姚帝时代, 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唱出了一首 鸡壤歌,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早景而饮, 耕田而食, 地利与我何有灾? 意思是说, 太阳出来起来劳动, 太阳下山休息养生, 打一口井用以饮水, 整理田地种出五股丰登。 这样的日子有何不自在呢? 帝王的权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的确, 对于平头百姓来说, 能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过着单纯平静的日子, 何尝不是一种逍遥与幸福呢? 日出时醒来, 日落时睡觉, 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命规律, 也是最自然的形式。 所以,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后来也指人们有规律地作息生活。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 火还没出现的时候, 人类只能借助天光, 借力自然, 跟随外界的日夜交替而劳作休息。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和规律。 几千年来, 劳动人民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日出鱼猎, 采集, 耕种, 行商, 日落, 则倦鸟归巢, 繁衍生息, 周而复始。 南朝暴照, 在行耀至成东桥市中云, 鸡鸣官立起, 法谷早通臣。 唐代温亭云在《商山早行》中写道, 鸡生毛电月, 人记板桥霜, 清代顾炎武也有诗约, 厌世鸡鸣, 洞克伦, 九门迟道, 足黄尘。 这些诗词足以证明, 古人们都遵循着清晨而动的习惯。 我们的身体从古至今, 都是适合白天劳作, 晚上休息, 早上, 尤其适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到了现代, 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 早上四点起床有点奇怪, 但对于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们来说, 这种生活模式仍是顺理成章。 据日本一项各行业时间分配调查数据显示, 农林渔业者平均每天劳作五小时二十六分, 其中百分之十的人早上六点多就开始工作,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下午六点多就结束工作。 几千年来, 农耕一族都是这么过日子的, 而文职类、技术类行业者平均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百分之九十是早上七八点开始工作, 百分之十的人晚上九点多了还在加班。 这是典型的商务人士的工作时间, 而那些从事教育、艺术、写作等自由职业者平均工作六小时四十分, 他们大多开始工作都较晚, 百分之十的人要一直工作到深夜。 除了从事农林沐浴行业的人, 其他行业的人难道不需要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 当然不是, 人体遵循了几千年的生命规律是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 如果硬要把自己改造成夜猫子, 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 该起床的时候不起床, 只会让身体叫苦不迭。 我们知道, 身体的运动机能和机能作业效率都是受体内生物中控制的, 在每一天的不同时间段, 这些能力也自然会出现波动。 据研究, 人体体温在下午两点达到高峰, 而在凌晨两点时降到最低。 体温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体内的能量被燃烧, 而身体的机能也因此而活化。 所以, 在体温上升阶段, 从事适当的活动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脑部也是如此, 从早蒸起来到下午两点左右为止, 是行动最有效的时间段。 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时间段延长, 早一些起床, 有意识地从事提升体温的行动, 就能使身体机能早些开始运动并活化大脑。 不管是哪种工作, 大概可以分为两种, 体力和脑力。 单纯用时间量来衡量的工作, 可归为简单操作, 称为job, 而要靠动脑子完成的工作, 才称为work。 work不能用单纯的量来计算, 因为别人关注的是你工作完成的质量, 而并非时间累积的数量。 这类工作非常注重大脑的使用, 如果你经常熬夜, 得不到充分的睡眠, 大脑就会疲劳。 而大脑疲劳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不能进行有效的逻辑思考。 大脑的阿尔法波无法活跃, 你的直觉会陷入停滞, 逻辑思维发挥不了作用, 左脑和右脑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可想而知, 这样的状态你是无法想出有创意的点子的。 在此期间, 即使你能坚持在办公桌前不睡觉, 也只是熬过无效的工作时间而已。 那些熬夜工作的人, 大部分都出于无奈, 从事的也可能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你的潜意识里在叫嚣, 不干了不干了, 但另一个声音却在不断提醒你, 不想不干就可能被炒鱿鱼。 于是呢, 身心在这种进退尾骨的状态下, 不情不愿地工作, 又怎么能保证工作的质量呢? 所以, 无论是农林牧鱼行业者, 还是商务人士, 自由职业者等, 最佳的作息模式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迎着朝阳向自然借力, 那是顺应天地。 而日落而息, 日出不起, 那是违逆天地。 事实证明, 借力与自然总会打败逆天而行。 我们不妨把每天的上床时间提到晚上十点之前, 而将起床的时间提到五点之前。 这样一来, 你的整体睡眠时间并没有减少, 不必担心睡眠不足。 睡得好了, 身体机能自然正常活跃, 充满能量。 这个时候去工作也就事半功倍。 帕特弗林是一位在线企业家, 他喜欢熬夜, 以前从没想过早起, 并认为熬夜也能将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是当他尝试早起后, 赫然发现自己不仅注意力比以前提高了, 情绪也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而且也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了。 这说明, 即使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也不妨试试从夜猫子的生活中脱离出来, 改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也许就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铁一般的佐证, 成功人士爱早起。 单就事业是否成功而言, 世界上无非两种人, 一种是成功人士, 另一种是非成功人士。 如果我们肯花些心思去研究那些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 就会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珍惜时间, 做时间的掌控者。 如何与时间赛跑, 比别人更能将时间用在刀刃上呢? 其中不少人选择早起做一个晨醒人。 当大部分人还沉浸在梦乡, 与周公相会时, 他们已早早起床, 投入工作或锻炼, 开始了新一天的能量吸收与释放。 如若不幸,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那些商业大亨精英的起床时间表。 蒂姆库克, 苹果公司现任CEO, 这位科技巨拨在业界已早起闻名。 公司职员们每天都会在清晨收到他发来的邮件, 且对此习以为常。 库克每天早上3点45分起床, 开始处理一天的重要邮件。 5点钟准时进入健身房, 然后第一个到达办公室, 每日如此, 且几乎不休年假。 虽然库克未必能够让苹果产品继续延续乔布斯时代的辉煌, 但他确实身体力行, 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具价值公司的CEO。 比尔·格罗斯,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创始人,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的老板。 他投资债券领域超过30年, 在全球债券市场上的影响力恐怕无人能及。 曾形容债券投资就是一场游戏。 这位债券天王也有着早起的习惯, 他每天大概4点半起床, 然后查看全球的市场行情和消息, 6点钟便准时坐到了办公桌前。 布雷特·约马克, 布鲁克林篮网队CEO, 也是全美NBA届最年轻的CEO。 他的起床时间同样令很多晚起者汗颜, 三点半他就离开睡床, 4点半便出现在了办公室, 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发邮件或制定计划之类。 即使在周末, 他到达办公室的时间也是7点钟。 马丽莎·梅耶尔, 雅虎前任CEO, 曾为谷歌最有权势的女人。 这位极美貌与智慧与一身的铁娘子, 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曾被媒体誉为机器人。 他有过一天工作15个小时, 同时负责20个项目的记录。 梅耶尔做事雷厉风行, 同时也是早起奉行者, 通常每天只睡4到6个小时。 李健熙,三星集团创始人, 韩国首富, 他要求公司职员每天6点半上班, 而他本人要比员工早半个小时, 也就是6点钟到达办公室。 对于这一点, 他的员工们认为总裁自有总裁的道理。 看完这份时间表,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早起与成功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想要获得异于常人的成就, 就要拿出备于常人的时间。 而这多出来的时间, 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早起获得的。 我国出前面讲过的曾国藩外, 还有许多名人也有早起的传统。 《严世家训》里便有黎明及起的句子。 近代祖替文姬起舞的故事也是众所熟知的。 到了清代, 早起更是清皇室的规矩。 作为清代最情政爱民的大boss, 康熙皇帝每天都是清晨四点起床, 没错, 就是四点。 康熙起床后, 第一件事是读圣训, 即阅读记录前代帝王言论和教导的训言, 然后再去上早朝处理政务。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无一例外都要早起。 至于皇子皇孙们也没有睡懒觉的特权, 大约五点钟就开始早读功课, 而王公大臣们则三更半夜就得进东华门, 打着灯笼去早朝。 boss早起, 晨疗又岂能贪睡呢? 近代著名文学家梁石秋也是一位提倡早起的人, 还曾专门为此撰文早起, 其中曰, 早起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 这一桩事若办不到, 其余的也就可想。 梁石秋一生留下了诸多散文著作, 更以毕生经历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一作。 他曾笑言,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 必须没有学问, 如有学问, 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了。 第二, 必须不是天才, 如是天才, 他就去做写小说、 诗和戏剧等创意工作了。 第三, 必须能活得相当久, 否则就无法一丸。 很侥幸, 他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前两条, 有没有学问, 是不是天才, 顾且不论。 单就活得久这条, 说明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 梁石秋在他活得久的岁月里, 还秉承了起得早这一习惯, 从而完成这部惶惶异作。 国学大师纪献林是梁石秋的好友, 在作戏安排上, 他们如出一辙。 纪献林一生笔根不错, 他涉猎的国学, 佛学, 印度文化, 西方文化等研究领域, 人们至今难以忘其项碑。 曾有人很不解地问纪老, 您每天这么忙, 又要讲课, 又要做报告, 又要做研究, 哪来的时间写作呢? 纪献林回答, 我每天三点起床, 写作到七点, 然后去校园散步, 到了中午就可以和大家聊聊天, 做其他事情了。 也就是说, 当北大学子们在校园早读跑步的时候, 纪老已经完成了一天重要的写作工作。 他每天的早餐极其简易, 泡一杯茶, 吃几片馒头, 搅几粒花生米就可以了。 他的早起坚持了几十年, 对家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负担。 讲了这么多, 起码说明一点, 越成功的人越习惯早起, 那些喜欢趴在被窝睡懒觉的人, 大抵与成功无缘。 当然, 我们不一定要做IT大佬, 行业精英, 也不一定要做政治人物, 文化名人, 但我们总要做自己, 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么, 就不能浪费生命出场的机会。 想要活得精彩, 想要活得与众不同, 就不要把时间消磨在无聊的游戏, 与诸多无畏的应酬中。 不如晚上早早休息, 早上早早起床, 生命才有效率。 当你看到清晨出生的太阳, 会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 早起意味着尽早展开工作, 机场成多水滴石川, 时光在每一天的早起中无形拉长, 你的阅历经历也必将随之丰富, 随之饱满, 收获当然也会不期而至。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第二章, 目瞪口呆, 四点起床, 效应有这么多。 如果不早起, 你就不知道, 早起的效应有多少。 四点起床, 不仅可以增加有效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让每一天变得迷之高效, 还能改善情绪, 让你拥有好人缘, 完赚工作与生活。 此外, 四点起床还能改善睡眠, 让你从失眠的困扰中抽身而退。 第一个, 早起的人们不失眠。 很多失眠者在深夜 大概有过这样的经历,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努力都睡不着。 即使累到浑身酸痛, 脑子仍然异常清醒, 急不配合入眠, 有时折腾到快天亮, 才勉强合眼。 这就是一种常见的失眠。 据20世纪末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有50%的成年人 抱怨自己存在睡眠障碍。 失眠就像头痛症一样, 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除了入睡困难, 睡眠不深之外, 一惊醒, 早醒, 多梦, 都属于失眠症状。 通俗来说, 失眠就是睡眠失常。 一个睡眠失常的人, 因为夜间少眠, 通常会直接影响 他们在白天的各种表现。 比如身体疲劳, 注意力和记忆力减退, 学习效率和工作能力下降, 情绪波动大等。 一夜失眠没什么, 但长期失眠带来的不仅是痛苦, 还有身体的病变。 那么, 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睡眠呢? 又有哪些人群容易失眠呢? 据研究, 除了疾病年龄等因素外, 不良生活习惯 也是导致失眠的罪魁祸首。 而作息不调, 喜欢熬夜的人 更容易受到失眠的困扰。 很多晚睡的人 都喜欢睡前喝点葡萄酒 喝杯咖啡 或者抽根烟放松一下。 但这三样让人成瘾的东西 同样是睡眠杀手。 酒精具有麻醉作用, 睡前少喝一点葡萄酒 的确有助于睡眠, 但若大量饮酒, 特别是喝白酒或其他酒水, 却是睡眠大忌。 酒精虽然能让人容易入睡, 但会抑制深度睡眠, 让人睡不安稳, 也会让人频繁醒来, 或导致人在后半夜 噩梦连连。 10%的酗酒者 都是失眠症患者, 他们越想靠酒精 来麻醉助眠, 越适得其反, 导致失眠加剧。 咖啡中的咖啡因 和香烟中的尼古丁 就更不必细说了, 都是导致血压上升, 干扰睡眠的兴奋剂。 晚睡晚起的人群 在生活中 越离不开这些东西, 越容易失眠。 相反, 早睡早起的人 则没有这种痛苦。 我们很少听到一个 习惯早起的人 说自己失眠。 王先生已经70岁了, 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 在家里读一会儿报纸 或者看一会儿书, 5点钟就准时出门, 和几个老伙伴 相约到离家不远的公园里 踢剑子。 他们平均年龄65岁, 身体都相当灵活, 踢起剑子 丝毫不数年轻人。 说到睡眠, 王先生说他 每天能睡6、7个小时。 虽然老年人 普遍睡眠少, 但王先生 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他常年坚持 早睡早起的习惯, 睡眠质量一直很好。 他身边的朋友 都是生活很自律的人, 没有人抱怨睡眠不好。 早起的人不失眠, 说到底 还是顺应了体内的生物中。 在大脑的中前部, 有一个斗粒大小的线体 叫松果体。 松果体会分泌一种激素, 叫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的分泌 受胶感神经影响, 每到夜幕降临, 光线变暗时, 这种激素就会大量分泌, 并在凌晨三四点钟 到达峰值。 而等到黎明到来, 退黑素便会停止分泌。 因为只在夜间分泌, 所以退黑激素 又俗称吸血鬼激素。 它的分泌水平 直接影响睡眠质量。 如果一个人夜间退黑激素的 分泌水平降低, 那么它的睡眠质量 很可能会下降。 这种激素存在的最大作用 就是诱导人类自然睡眠, 调整昼夜规律, 以确保我们在黑暗中入睡, 而在光照中醒来。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符合夜浮昼出的规律, 才能保证睡眠健康。 否则, 经常熬夜打乱生物中, 就会将睡眠搞得混乱不堪, 直至难以入眠。 我们的身体 就像一台具有惯性的机器, 只要养成 按时作息的睡眠习惯, 到了上床时间 就会感到困倦, 而到了起床时间 就会自然醒来。 睡眠也就会 变成自然而然的事。 所以, 要想晚上睡得好, 早上醒来精神好, 必须顺应身体的 生物中规律, 按时上床, 按时起床, 养成良好的 入睡醒来的睡眠模式。 很多失眠的人 认识不到这一点, 常常病急乱投医, 将自己的睡眠 交给药物控制。 殊不知, 安眠药并不能真正地 让人安眠, 往往吃得越多, 失眠的情况越严重。 你不但会对这类药物产生依赖, 身体其他机能 也会受到药物的损害, 而且可能导致过早死亡。 治疗失眠最好的方法 就是早睡早起,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我们的原则是, 不管你前一天晚上多晚上上床, 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床, 不要企图用延长睡眠时间的方法 来补觉。 一两个晚上少睡一些, 没多大关系, 我们的大脑 会自动在接下来的晚上 增强深度睡眠 来弥补睡眠缺失。 这样一来, 如果前两天都是晚睡早起, 到了第三天晚上, 你的眼睛就会感觉疲劳, 让你早早地就想上床睡觉, 因而很容易把作息规律 调整为早睡早起。 很多人习惯周末睡懒觉, 也因为不必早起 而在前一天晚上熬夜, 这一点并不值得提倡。 因为熬夜导致晚起, 结果并不能补多少睡眠, 反而引起生物中紊乱, 长此以往就会引起失眠。 做一个生活自律的人, 做一个在周末 也坚持早起的人, 即使曾陷入失眠的泥闹, 你也能拔足而出, 重新做一个 拥有健康睡眠的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期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 每天早起两小时, 一年比别人多三个月。 有句谚语说, 聪明的鸟儿珍惜羽毛, 聪明的人儿珍惜时间。 没错, 不单是聪明的人, 恐怕连一些懒惰的人 在潜意识里 也知道时间是宝贵的。 时间是这世间最公正 又最无情的东西。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曾给谁少一分, 也不曾给谁多一秒。 怎么能从有限的时间里, 挤出更多的时间呢? 我们每天睁开眼, 能得到的就是时间, 而最难得的也是时间。 因为我们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不是被工作就是被家务缠身, 想要挤住点时间做些特别的事, 或者单纯为了让自己快乐,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位作家在他的著作 《生活节奏》中说, 我们想要快乐, 也知道怎么做能让自己快乐, 但我们不会去做那些 让自己快乐的事。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太忙了, 没空, 没空让自己快乐。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句话, 都会忍不住点赞, 感同身受啊。 不单是寻求快乐, 在日益紧张忙碌的生活中, 想在合适的时间 做想做的事, 都是很困难的。 L先生年近三十岁, 是一家中型公司的部门经理, 事业小有所成, 但发展进入了平静期。 他有了女朋友, 也打算在近一两年结婚, 他很想寻求个人发展空间, 突破现在的困境, 但难题就是, 他白天的时间被工作填满, 根本没时间考虑更多的事情。 一开始, 他打算每天晚上挤出些时间, 但忙了一天, 到了晚上已经筋疲力尽, 实在没有精力 再去做其他事情。 而且, 晚上是他和家人女朋友 相处交流的时间, 他不能总是缺席, 为此, 他尝试将白天的工作时间压缩, 在午后腾出一部分时间来学习, 但往往被琐碎的杂物打扰, 不能如愿以偿。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碰到一个朋友, 朋友建议他早起试试, 也许每天早起一两个小时, 会帮他改变现状。 早起? 四点起床? 车对L先生无疑是件恐怖的事, 近三十年来他都没早起过, 每个工作日早上六点起床, 都是被闹钟勉强叫起来的, 虽然心有抵触, L先生还是决定试一试, 毕竟想做事情, 就要努力改变些什么。 他先将闹钟调到五点钟, 第二天早上即使很困, 他也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 这的确需要毅力。 索性他第一天尝试就做到了。 起床后呢, 他用冷水洗了脸, 让自己快速从困倦中清醒过来, 又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慢慢喝掉。 这时候, 他发现自己精神百倍, 望着窗外还有些黑的天, 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先是听了十分钟的英语新闻, 然后开始读一本关于美学的书, 他一直对这方面感兴趣。 他还准备了笔和本子, 一边读一边将有趣的句子记录在日记本上。 半小时后, 他开始锻炼身体, 做俯卧称和仰卧起坐, 做到精疲力尽为止。 这些都完成后, L先生看看表, 刚刚六点钟, 正是他平常起床的时间。 但与往日不同的是, 经过阅读和锻炼, 他不仅头脑清醒, 而且心情愉悦, 丝毫没有平时刚起床的那种头脑混沌。 更重要的是, 他感觉对工作有了信心。 吃过早饭后, 他信心百倍, 活力四射地出了家门。 到了公司, 他发现自己一整天的心情都很好, 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那后来的L先生还有哪些变化呢? 下一集我们接着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上集内容来说L先生的事。 第二天早上, L先生没等闹钟响就起床了, 他重复了前一天的安排。 就这样坚持了几周, 每天早上听英语早新闻, 锻炼了他的听力, 激发了他学英语的兴趣。 每天的阅读不仅增长了他的知识, 也让他内心平静, 萌发了要写点什么的冲动。 每天锻炼身体的好处更不用说了, 让他在公司里更加充满活力。 于是, L先生在一天晚上上床睡觉前, 将闹钟调到了凌晨四点钟。 他没有刻意地逼自己, 而是感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为身体里有一股动力推着他向前走, 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要早点起床。 他发现, 原来认为早上四点起床是种不可思议的想法, 现在竟然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比想象中的难度降低很多。 之前, 他早上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 现在有了两个小时。 时间充裕了很多, 完全可以写点什么。 于是, 他在微信上建了一个公众号, 开始写文章, 专门写对美学和艺术的见解。 因为上学的时候, 学的是相关专业, 知识储备比较深厚, 他写起来很轻松。 再配上自己画的小漫画, 非常幽默风趣, 浅显易懂, 外行人也能看明白, 并且看得捧腹大笑。 写得多了, L先生发现自己很有写作天赋, 他还常常将日常工作 融入美术讲解中, 用营销的策略来讲解 百年前的艺术发展。 语言一贯走诙谐路线, 很受上班族的欢迎。 一开始, 他只是写着玩, 但后来越来越受关注, 粉丝从几十人增长到几十万人。 很快, 有广告商找到他, 他开始在公众号推一些软广告, 增加了额外收入。 与此同时, 他原来的工作不但没丢下, 反而做得更好。 因为坚持看书, 涉猎的知识越来越广, 他处理起工作来更加得心应手。 一年后, 他从部门经理升职为大区经理, 原来的同事验线他升职的同时, 更得知他还是在公众号上写推文的大咖, 全都大跌眼镜。 有人禁不住要问, 你到底哪来的时间看书写文章呢? L先生将自己早起的秘诀推广给身边所有的朋友, 他说, 在从未早起过的时间, 做从未做过的事, 这绝对是值得一试的奇妙体验。 每天早起两个小时, 一个月下来就是六十个小时, 而一年下来就是七百三十个小时, 相当于三个月的工作日时间,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时间财富啊。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改变人生的基石, 有了时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到。 很多人会说, 我不想早起, 我没那个习惯。 然而, 一个有决心的人不会惧怕任何困难, 想要拥有特别的人生, 总该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 当下有一档很火的综艺辩论节目, 在某一期上, 两位辩手就早起还是熬夜展开了辩论。 主打熬夜说的辩手认为, 熬夜带来快乐, 比如熬夜可以看电影, 打电玩, 和朋友聚餐, 这是其他时间段没有的特质, 所以应该大熬特熬。 但主打早起说的辩手, 说的一句话很打动人。 他说, 所有熬夜能做的事, 早起也可以做, 但早起能做的事, 熬夜却未必能做。 一个人熬夜打游戏, 会被认为是不思进取, 而一个人如果早起打游戏, 则会被看成很励志, 风平不一样, 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没错, 尝试过多年深夜打游戏,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早起打游戏呢? 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何况你一旦早起了, 就不仅仅做消遣的娱乐, 因为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想要克服平庸, 就要拿出改变的勇气。 每天早起两个小时, 你收获的不仅是时间, 更会有奇迹。 任何事, 只有坚持下去, 你就能体会其中的美妙 与带来的改变。 神奇的早起, 可以赋予我们力量, 将我们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让我们拥有自己想要拥有的人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让每一天变得迷之高效。 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去年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一个月, 我想, 此刻我还在享受 每天上午90点钟 太阳晒屁股了才起床的日子。 因为我始终坚信, 自己绝对不能早起, 否则就会觉得头脑昏昏沉沉, 一整天里都觉得心不在焉, 仿佛在梦游。 然而, 事实证明, 人的潜能是无穷的。 对于很多事情, 我们不是做不到, 而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 或者没被逼到一定的程度, 就认为没必要去做。 在经历爸爸生病住院的一个月之前, 我从不知道 自己居然可以坚持每天早起, 结果证实我不但能早起, 还能神采奕奕一天, 不但能照顾好爸爸, 还能照顾好陪床的妈妈和其他家人。 在爸爸生病入院的第一天, 我订了两个闹铃, 一个在五点半, 一个在五点四时。 虽然头一晚因为担心爸爸而失眠, 但是次日清晨不到五点半, 在闹铃响之前, 我就起床了。 对比之前每天九十点钟起床, 我见到了另一个世界, 空气是清新的, 不再充满乌烟瘴气, 简直要把五脏六腑都洗涤一心, 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 买菜做饭赶到医院, 才七点多, 饭菜还是热乎的, 正好赶上爸爸妈妈吃早餐。 以往此时, 我正在和周公相会呢。 爸爸妈妈吃完早饭, 医生来查房, 和医生沟通完爸爸的病情, 才八点半。 我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开始工作, 这比我以前九十点钟起床, 十一二点开始工作, 提早了三四个小时。 为此, 一个上午过去, 我完成了过去整个下午和晚上, 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在陪伴爸爸住院的一个月里, 我就这样度过。 更为神奇的是, 经常困扰我的失眠好了, 我头沾到枕头上, 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睡得着。 为何早起有这么神奇的魔力呢? 我很好奇, 难道此前我一旦早起就犯迷糊的症状, 根本不存在, 是我意想出来的吗?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年轻人, 白天顶着巨大的压力努力工作, 晚上却顶着熊猫眼熬夜, 导致一整天的工作都效率低下。 对待工作, 也只能采取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的态度。 很多人都知道, 早起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却不知道早起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更有好处。 如果别人都是从早晨八点才睁开朦胧的睡眼, 从九点才匆匆忙忙的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你却是从早晨五点甚至四点就开始工作, 不得不说, 你的人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精彩, 至少在工作方面你会有出类拔萃的表现。 有些朋友也许会说, 自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即使起得早, 把工作做完也得照常去上班。 其实, 早起可做的事情很多, 提前完成重要的工作, 可以让我们在正常的工作时间里变得更从容。 相信领导不会在你利用私人时间合理安排工作之后, 再给你安排堆积如山的任务。 此外, 早起还可以用于阅读、 学习英语等给自己充电。 如今已经步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之快, 每一个人在离开大学校园那一刻, 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 而是意味着终身学习的开始。 即使我们已经步入职场, 有不错的职位和满意的薪水, 也切勿放弃自我学习和提升。 人生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果总是保持绝对停滞的状态, 则很快就会被时代远远地甩下。 接下来, 让我们来分析下早起之后, 如何实现迷之高效的一天。 清晨四点, 东方刚刚泛出余度白, 太阳还未升起, 我们的一天开始得这么早, 还有什么是不可完成的呢? 想一想就让人兴奋, 不能浪费宝贵的时光, 毕竟是我们战胜瞌睡虫才能获得的。 既然如此, 趁着刚刚起床神清气爽的时候, 赶快制定一天的计划吧。 不管是工作计划, 还是生活计划, 都需要以时间作为载体。 接下来, 要对事情的轻重缓急进行合理分类, 从而在利用时间的时候, 更加有地放尸。 那究竟该怎么做呢? 下一集我们接着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来接着说如何实现迷之高效的一天。 早晨四点起床, 到洗漱之后四点半坐在书桌前。 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 制定计划只需要十分钟。 当然, 前提是你对一天要做的事情心中有数。 接下来, 可以工作一个小时, 完成一天之中最重要且紧急的任务。 在运动锻炼一个小时。 在晨曦之中, 让身体舒缓和放松下来。 让身心都获得充足的休息。 到了六点四十分, 只需要二十分钟, 就可以为自己准备丰盛的早餐。 悠闲地吃完早餐, 可以在七点半出发, 八点到达公司。 因为有很多工作的资料在公司, 所以在公司里你可以更方便地工作。 好吧, 等到九点钟同事们陆续到达, 你已经全神贯注工作一个小时了, 还可以继续利用上午的时间工作三个小时才到中午。 如果有很重要的工作任务需要处理, 你当然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全身心投入。 如果你已经把很多工作处理好, 那么不妨在十点钟喝杯咖啡, 吃点点心, 去公司附近的公园里散个步。 这样的休息会让你在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间里依然精神饱满, 也不觉得肚子很饿。 而此时此刻, 你的同事们大概都已经消化完早晨, 胡伦吞早的早餐, 正在忍受肚子的咕咕叫呢。 由此可见, 要想实现工作高效, 早起是必要条件。 而此后要把事情按轻重缓急的程度进行准确划分。 排在第一位的是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排在第二位的是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 排在第三位的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排在第四位的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 如果时间充裕, 可以把第四类事情也完成。 如果时间很紧张或者有突发的情况, 那么完全可以把第四类事情暂时搁置。 当然, 生活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来。 有的时候, 我们明明已经把一切安排得很好, 但是却发现临时突然或者意外的发生了其他事情。 这样一来, 我们当然要抽出时间处理紧急情况。 早起, 恰恰可以对事情进行分类和排序, 也可以让我们应对每一件事情都更加从容不迫。 中午, 已经完成了重要且紧急工作的你, 完全有理由好好地犒劳自己。 你可以去早就想去的餐馆, 享受悠闲愉快的午餐。 还可以去附近的会所做个头部SPA,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样一来, 当同事们都昏昏欲睡的时候, 你因为早起而拥有了短暂且投入的午睡, 因此显得精神饱满, 神采飞扬。 整个下午, 从两点钟到五点半, 你还有三个半小时可以做那些不重要或者不紧急的事情。 即使有突发情况需要处理, 也不会耽误你的下班时间。 如果没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你还可以学习, 充电, 或者帮其他同事的忙。 傍晚时分, 当其他同事为了工作, 没有完成而加班的时候, 你可以按时下班, 和朋友家人一起享用悠闲的晚餐。 晚餐吃得很早, 你有足够的夜晚时光享用, 可以读书, 和朋友闲谈, 还可以继续学习, 充电, 或者犒劳自己度过了充实的一天, 而看一部经典影片。 当然, 因为次日还要早起, 根据自己需要的睡眠时间, 你可以选择九点, 九点半, 或者十点, 十点半睡觉。 以你觉得不影响次日早起为最佳。 切勿为了正在进行的娱乐休闲活动, 就不由自主地熬夜, 因而影响次日早起, 否则你损失的, 远远不止一次早起的机会, 还有一整个充实的白天。 当你真正成功地早起, 且真正实现了迷之高效的一天, 你就会认识到早起的好处。 当然, 所谓四点钟, 只是一个早起的概念。 有的人觉得四点半起床更合适, 那么完全可以选择在四点半开始一天。 有人觉得五点钟才能让自己感到舒服和精神, 那么也可以选择在五点开始一天。 当然, 所谓的早起, 绝不是等到最后一刻才起床, 也不是被时间追赶着朝前走, 而是要让自己从容自如, 从此远离早晨的蓬头垢面和争分夺秒。 而要想实现真正高效, 就要真正做到有地放尸, 驾驭早起赢得的时间, 对于每一分每一秒都做充分利用, 实现时间的最大效用。 时间是生命的载体, 也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的成本。 所以, 我们要珍惜时间, 提高效率, 就要合理安排, 全面把控。 当我们拥有更多迷之高效的一天, 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充实与精彩。 早起, 在早餐前真正把控自己的一天, 这种感觉非常神奇和美妙。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在坚持早起之前, 我的每一个早晨都紧张忙碌, 为此焦虑总是充斥着我的内心, 让整个家庭在早晨都鸡飞狗跳。 仓促起床之后, 要为家人准备早餐, 还得一次两次三次的 很赖床的孩子起床, 更要给自己打造好形象。 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 我始终觉得早晨理所当然 是一天之中最忙碌, 嘈杂和混乱的时光。 在这样日复一日被时间追赶着 向前奔逃的过程中, 我的心情受到很大影响, 变得莫名焦虑和疲惫, 家庭关系也变得很紧张。 因为我很难和家人 和谐友好的相处, 如何才能改变焦虑的状态, 让自己如同居住在世外桃源呢? 对于节奏日益紧张, 压力山大的现代生活而言, 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需要我们全方位地调整心态, 合理安排生活节奏, 这样才能变得更加悠闲和安适。 如果你在偏僻的农村生活过, 你就会爱上那种 清晨起床, 逗猫遛狗的生活, 也会迷恋沐浴着太阳出生的光辉, 检查院子里的菜, 有没有结出更多果子的成就感。 生活的小确幸, 在这样安闲舒适的生活里, 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每个人的心底都是很柔软的, 即使只穿着粗布衣服, 吃着粗茶淡饭, 内心的平静淡然, 也足以让我们感到幸福。 也许有些朋友会说, 我们都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里, 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需要完成, 如何做到这样从容笃定呢? 人家都说世外高人, 但我们不是, 甚至与世外高人扯不上任何关系。 那么, 不妨把像世外高人一样生活, 当成最大的理想, 从而督促自己朝着理想奋进, 朝着目标前行, 不达目的, 绝不放弃。 在繁华忙碌的大都市里, 一天的时间, 的确被压缩的不能再压缩。 在有限的时间里, 大多数人都在争分夺秒地 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长此以往, 必然感到万分疲惫。 当居住的房子小了, 我们就要换大房子。 当车子坐不下所有的家人, 我们就要换空间更大的车子。 那么, 当时间不够用了, 又要如何实现从容笃定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要挤出更多的时间, 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时间的河流中变得从容, 从被河水推动着向前走, 到后来能够主宰和驾驭时间, 也给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 这样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才能让内心消除焦虑, 更加理性和镇定。 在有二女儿之前, 在有二女儿之前, 艾米一家三口一直和父亲一起生活, 居住在同一套房子里。 作为爷爷奶奶, 当然很愿意照顾孙子。 为此, 艾米每天早晨都可以睡到七点半, 然后起床洗漱去上班。 后来, 因为二女儿出生, 父母在帮忙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家里太小了, 住不下那么多人, 于是主动提出回到家乡生活。 为此, 艾米不得不肩负起照顾一家四口的重任。 老公每天要送大儿子去上学, 六点半就要出门。 为此, 艾米不得不五点半起床准备早饭。 有的时候, 二女儿突然醒来嗷嗷待哺, 哇哇大哭。 艾米还得抱起二女儿, 生怕二女儿的哭闹, 影响老公和大儿子睡觉。 就这样, 艾米每天早晨都紧张忙碌, 提心吊胆地, 生怕二女儿也醒来添乱, 心情越来越紧张焦虑。 有一天早晨, 艾米正在忙着准备早餐, 二女儿又不合时宜地开始哭起来。 艾米怎么哄都哄不好, 索性也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老公被艾米惊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仔细询问艾米之后, 才意识到, 艾米因为过度紧张, 焦虑和劳累, 导致情绪崩溃。 老公决定以后坚持起床做饭, 而让艾米带着二女儿睡到自然醒。 但是, 老公做的饭, 大儿子不爱吃, 总不能让孩子空着肚子去上学。 艾米只好硬着头皮, 继续重复之前的生活。 为了提高时间的效率, 以让自己的早晨更加从容, 艾米决定早起, 彻底改变早晨紧张忙乱的状态。 一开始, 艾米五点半起床都很费劲, 要更早起床还是有难度的。 但是随着早起的习惯养成, 艾米发现早起简直妙处多多, 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早餐, 她不再因为争分夺秒而感到焦虑不安了。 因为早起, 艾米可以在二女儿醒来之后, 陪伴二女儿再次入睡。 因为早起, 艾米可以为老公和大儿子准备更加丰富的早餐。 有的时候, 时间还充裕, 艾米就会坐一会儿瑜伽, 看一会儿书。 在这样静谧的早晨, 艾米感受到时间完全是属于自己的, 内心产生操控感, 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很多人都会因为时间的悄然流逝而感到焦虑。 要想缓解这种焦虑, 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 跑在时间前面。 没有如此, 才能真正主宰和驾驭时间, 也才能让人生有更加从容的节奏。 当你被焦虑困扰的时候, 当你因为紧张而陷入无助的状态中时, 不如把握自己最能够把握的生命材料, 时间, 这样我们才能够掌控生命。 也因为有所把握而让内心变得更加笃定。 即便在热闹喧嚣,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大都市里生活, 我们只要愿意早起, 也依然可以让早晨从从容笃定开始, 而不是陷入紧张忙乱之中, 使一天都变得很糟糕。 古人云, 大隐于世, 这就告诉我们, 真正在世外桃源当高人, 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只有在繁华都市里守住内心的淡然和从容, 才是真正充满人生智慧的表现。 从现在开始, 就让我们坚持早起, 以从容不迫的早晨, 开始重拾精彩的一天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今天我们来说早起带来的好人缘, 如果说早起不但会提高做事情的效率, 也会帮助人们建立好人缘, 相信很多人会对此嗤之以鼻。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吗? 早起是个人行为, 与好人缘有什么关系呢? 总不能说一个人早早起床, 就去朋友家做客, 和同事沟通工作上的事情吧。 如果真的这么做, 一定会被人骂的。 当然, 我们虽然自己坚持早起, 但要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 而不要因为自己早早起床, 就非要强求他人也早起。 更不要因为早起有充裕的时间, 就对他人加以骚扰。 早起并非专门用于社交的时间, 但是早起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好处, 却会帮助我们建立和拥有好人缘。 首先, 早起的人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 休息、 吃早餐, 为此整个早晨都心情愉悦, 人际关系呢, 总是相互的。 我们想得到他人怎样的对待, 就要怎样对待他人。 由此可想而知, 当我们神采奕奕, 面带微笑出现在他人面前, 他人也一定会对我们回报以友好的微笑。 尤其是在早起进行陈恋的时候, 如果能够遇到一些志同道合者, 则很容易成为朋友, 彼此信心相惜。 其次, 早起的人能够享受便利的交通条件。 众所周知, 大城市里到了上下喷高峰, 拥堵非常严重。 早起的人可以早早去公司, 为同事们简单打扫卫生, 准备茶水。 在同事们陆续到达公司的时候, 向他们问好。 这样一来, 我们很快就会熟悉众多同事, 不但有助于开展工作, 还有可能和某些同事成为私下里的好朋友。 在此,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 我们还可以和早到的下属进行早餐会议。 中国历来讲究餐桌礼仪和文化, 是因为人们在用餐的时候, 往往心情舒畅, 戒备心理减弱, 所以在餐桌上洽谈很多事情都能获得成功, 又因为早晨人们的自我损耗最低, 很容易沟通和采纳他人的意见, 为此早餐会议的效果非常显著。 最后, 早起可以联络客户。 作为销售人员, 最重要的就是和客户保持联系, 从而与客户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也赢得客户的信任,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 我们必须意识到, 越是成功人士, 越重视早起。 要想与客户套近乎, 在了解客户有早起习惯的前提下, 不妨利用早晨的时光和客户进行愉快的沟通。 人在潜意识里, 总愿意亲近和自己在某些方面相似或者相同的人。 当你以实际行动证明你也是成型人, 同为成型人的客户, 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在职场上, 我们难免会有有求于人的时候, 如果得到了他人的帮助, 能够在早晨对他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作为公司里的新人, 小雅虽然毕业于名牌大学, 但却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因此, 在出入公司的时候, 常常会对一些工作不能胜任, 又或者是障碍合上摸不着头脑, 压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 为了尽快把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小雅不得不求教育老同事。 有一天, 小雅有个表格不会做, 大部分同事都已经关掉电脑准备下班了, 唯独张姐还开着电脑。 小雅只好硬着头皮问张姐, 结果张姐很有耐心地给小雅讲解得清清楚楚, 还耽误了自己下班的时间呢。 小雅赶紧对张姐表示感谢, 张姐和小雅告别之后就匆匆回家了。 次日, 一向习惯于早起的小雅早早地来到办公室, 把自己精心准备的早餐放在张姐的办公桌上。 快到上班时间, 张姐终于来了。 小雅真诚地对张姐说, 张姐, 昨天幸亏有您指教, 我才能把工作完成, 保温杯里装的是我早晨熬的银耳雪梨汤, 您快尝尝。 张姐喝了银耳雪梨汤, 对小雅的厨艺赞不缺口, 也接受了小雅的感谢。 很多人早晨都不会准备早餐, 而是睡到最后一刻, 才匆忙起床往单位赶去。 别说给别人准备吃的, 连自己吃什么都不知道。 小雅有早起的习惯, 她在早晨熬了银耳雪梨汤, 这可是要耗费很多时间, 花很大功夫才能做出的美食。 这最能代表小雅对张姐诚挚感谢的心意。 相信张姐在吃了银耳雪梨汤之后, 也会非常感谢小雅的用心。 很多时候, 我们会采取大张旗鼓的方式表达谢意。 殊不知, 这有敷衍鸟事流于形势的嫌疑。 如果从官方意义上感谢他人, 我们当然可以采取官方的方式去表达。 但是, 如果从私人的角度来感谢他人, 心底里也很愿意与他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那么, 我们就要做出更加细致的举动来表达真诚的感谢, 这样才能打动人心。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 人人都希望听到好听的话, 听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赏, 赢得别人最真诚的感谢, 而不愿意被批评或者否定, 更不想被他人嫌弃。 习惯于早起的人, 可以利用早晨最宝贵的时间为自己准备精美的早餐, 给想要搞定的客户打一个清晨的电话。 也可以在他人早晨自我损耗最小, 心情舒畅的情况下, 向他人表示友好或者感谢。 这样一来, 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会让彼此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都感到愉悦。 尤其是在现代职场上, 随着国门的打开, 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 为此很多人都有和外国友人打交道的机会。 众所周知, 在地球的不同半球, 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时差, 如美国和中国。 那么当和美国人相处的时候, 早起的人就可以利用早晨的时间, 和身在美国正处于傍晚时分的朋友打电话联络感情。 另外, 很多朋友都能意识到与领导搞好关系的重要性, 为此动辄对领导阿谀奉承。 殊不知, 作为下属, 要想在领导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实力为自己代言是最为重要的。 而不要总对领导卑躬屈膝, 刻意逢迎和讨好领导, 反而会导致事与愿违。 试问, 当一个下属每天都能提前一小时到达公司开始工作? 而另一个下属每天都踩着最后一分钟来到单位, 仓促地占用工作时间吃早餐, 急急忙忙开始混乱地工作。 作为领导, 你会喜欢前者还是后者呢? 毋庸置疑, 你一定会喜欢前者。 所以, 要想让领导成为我们的贵人, 我们就必须早起, 坚持早到,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提升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 也才能在工作过程中赢得领导的认可与赏识。 总而言之, 早起好处多多, 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臂。 既然如此, 就让坚持早起成为习惯, 陪伴我们一生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平衡, 玩转工作和生活。 现代社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 而整日像个陀螺一样旋转不停, 丝毫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时间。 不得不说, 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也因为日益紧张和忙碌的工作节奏, 而导致个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失去平衡的状态。 众所周知, 大自然里非常讲究平衡, 是因为万事万物之间都要维持基本的平衡状态。 人作为大自然里独立的生命个体, 同样需要保持平衡, 更要兼顾生活和工作, 这样才能避免本末倒置, 使得人生出现失衡状态, 也导致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变得不可操控和掌握。 现代职场上, 有很多人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 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本来, 认真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而他们却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和紧张中忘却了初心, 甚至以为认真工作就是人生的目的, 就是生活唯一且最为重要的内容。 不得不说, 在这样的状态下, 人们很容易在工作中迷失自我, 也会因此而失去生活的意义。 作为一个真正明智的人, 必须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才能面面兼顾, 也才能鞭策和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收获更多, 体验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感情, 人生的道理与哲学等。 唯有如此, 才不枉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走。 然而, 一个人不管想要做什么事情, 时间都是唯一不可缺少的, 也是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成本。 如果没有时间,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彻底没有时间, 生命也将戛然而止。 晨星人不但可以享受早起带来的各种便利, 从容, 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时间。 在白天的时间, 甚至无法做到见缝插针, 而夜晚的时间又总是充斥着各种琐碎式的情况下, 有太多的中年人甚至连独树与自己的分秒时间都没有。 每时每刻不是忙着应付工作, 就是忙着教育孩子或者赡养老人。 正是因为如此, 才有无数中年人感到压力山大, 也觉得生命完全不属于自己。 在社会生活中, 尽管每个人都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 也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责任, 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那就是做好自己。 唯有做好自己, 生命才会绽放华彩, 唯有做好自己, 才能在生命的历程中玩得转, 把生活和工作都做得很好。 唯有做好自己, 才能不辜负着或者短暂或者漫长的一生。 大文豪鲁迅先生说,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需要挤一挤才会有。 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学会挤时间。 如果白天和夜晚都没有时间可以挤, 那么就要从早晨开始着手。 很多习惯于早起的人都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做事情的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 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每天早晨的宝贵时间为自己所用。 如果工作繁忙, 可以利用早晨的时间做一些重要的工作, 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 集中所有的精神和注意力投入于工作, 自然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工作不那么忙碌, 可以在正常的作息时间内完成, 那么既可以把工作提前到早晨完成, 再节省出工作的时间来发展兴趣爱好, 照顾好生活。 当然, 这么做的前提是拥有安排工作时间的自由。 反之, 如果不能自主安排工作的时间, 那么就利用早起的时间更好地陪伴家人, 和家人一起进行有趣的活动。 诸如一起做早餐, 一起进行晨练, 一起阅读等,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自从把小房子卖掉换了大房子, 思琪觉得自己可以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每天早晨, 他起床上班的时候, 三岁的女儿还没有醒来, 七岁的儿子已还在酣眠之中。 每天晚上, 他披心大悦地回到家里, 却发现小女儿已经睡着, 而大女儿也洗漱完毕, 躺在被窝里酝酿睡意。 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 但思琪和妈妈沟通的机会很少, 和老公更是不必说了, 极度疲惫的他们, 头一沾到枕头就能睡着, 很少进行沟通。 为此, 夫妻关系也受到影响, 变得很冷漠和疏远。 在生日那天, 思琪原本以为可以得到家人的祝福, 回到家里才发现, 大家都各就各位准备休息, 而老公却躺在床上看手机。 思琪意识到问题很严重, 决定调整家庭生活方式, 在兼顾工作的同时, 给家人留出相处的时间。 那思琪究竟会如何做? 做了之后, 家里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关于思琪的问题。 让孩子晚睡显然不现实, 毕竟孩子次日要早起上学, 思来想去, 思琪决定提早孩子们入睡的时间, 从而让孩子们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一开始孩子们很抗拒, 思琪就用承诺已久的 一起做蛋糕的事情来吸引孩子们。 结果, 不管是小女儿还是大儿子, 全部都兴致盎然, 他们都很愿意早起和妈妈一起做蛋糕。 第一天凌晨五点半起床, 两个孩子哈欠连天。 这个时候, 四点起床的思琪 已经准备好了做蛋糕的材料和模具。 在孩子们起床之后, 洗漱完毕就投入到做蛋糕中。 看得出来, 他们很快就战胜了困倦, 一个个精神抖擞, 哥哥还和妹妹约定要比赛, 看看谁做的蛋糕更好看呢。 做蛋糕比思琪预想的更早结束, 在把蛋糕放到烤箱里烘烤的时候, 思琪建议, 孩子们, 现在才五点半, 烤制蛋糕需要一个小时, 我建议咱们一起去跑步, 去草地上做游戏, 然后在六点半之前回家, 等着吃蛋糕好不好。 孩子们欣然应允, 和思琪一起跑步出门。 跑累了, 思琪还带着孩子们做了一个游戏, 呼吸新鲜的空气, 感受温暖的阳光照射在身上。 孩子们丝毫不觉得困倦, 而且胃口很好。 在运动之后回到家里, 他们略做休息, 就各自吃了一大块蛋糕, 还喝了一杯牛奶, 完美解决了每天早晨吃饭难的问题。 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思琪觉得很欣慰。 如果下班回家太晚, 没有时间和孩子们相处, 不妨利用早起的时间, 共度美好愉悦的亲子时光。 这样不但有助于帮助孩子们 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培养孩子们的意志力, 还可以加深亲子感情, 让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感情更加深厚, 可谓一举数得。 当然, 整个家庭应该是一个整体, 思琪如果能动员丈夫, 也参与早起, 一家四口总动员则效果会更好。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想更好的生存, 都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力坚持做到更好。 当一家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却聚少离多的时候, 作为父母要利用早起的时间 给予孩子有效的引导, 通过合理安排, 让全家人都享有早起的美妙时光。 当然, 孩子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 为了保证孩子拥有充足的睡眠, 父母可以先起, 等到合适的时间再喊孩子起床, 这样才能面面俱到。 对于成人和孩子而言, 早起的概念是不同的, 父母要根据孩子的情况, 有地放尸, 确定孩子早起的时间, 也要耐心地引导孩子, 让孩子做到早起。 即便对于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而言, 早起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例如, 通过早起锻炼身体, 可以伸强体壮, 通过早起为自己准备早饭和中午带去单位的便当,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一定会心情愉悦。 通过早起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可以在一整天的时间里, 都觉得生活美好, 充满希望。 总而言之, 早起可以做的事情多得不胜枚局, 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和对于生活的合理规划与安排, 计划好人生, 也让人生更上层楼。 如今, 太多的职场人士一味地忙着工作, 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抛之脑后, 也常常为了工作而忽略了生活。 殊不知, 工作和生活就像是一个人的两条腿, 缺一不可。 只会全力以赴工作的人就像是机器, 感情冷漠, 兴趣匮乏, 为此人生也缺乏乐趣。 只有工作和生活兼顾, 最大限度地经营好生活, 才能真正地提升人生品质。 我们要学会利用早起的时间, 真正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这样才能兼顾工作和生活, 也才能让生活更加高品质。 工作固然重要, 金钱同样不可或缺, 但是工作和金钱并非人生的全部, 这就像在调色盘上作画, 必须打好底色, 才能拿起画笔绚烂着色。 而生活正是每个人人生的底色, 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基础。 从现在开始, 请让早起的时间值得期待, 也更加充实地度过。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